好了 大家好 我是真有奶 刚刚本来是在录那个开箱视频 然后 突然手机说流量 不是流量容量不够 然后视频自动中断 然后 说算了不拍那个开箱了 还有一个 介绍吧 今天到的就是这个 来自 美国的一个比较新的刀酱叫做 Sam Morish 可以看到我上面放了一把 Tough Knives Technic 是为什么 因为 这个刀酱曾经做过Tough Sam的 是不是Tough Sam 我如果说了不要转也 尽量 做过他的 助理吧 做了差不多七八个月 所以 从这把刀的 他的finish 他的设计 可以 看到有 Tough Knives的 影子在里面 然后 然后 我就把他俩分到一起收 Tough Knives刚开始做的时候 价钱 还是非常 非常合理吧 非常 性价比很高吧 如果 要说的话 然后 当然现在他的刀 就一般2000刀都 往上 往上走 3000刀以上 都是很正常 看到一个 他的拍卖就 就一个小时之内就拍上2000刀了吧 然后 但是他的这个 助理现在开始做刀之后 价钱还是很不错啊 我这把 他在里面刻了是那个一把Prototype 然后 我 售价 我到手500刀 用的是CPM M4的钢材 我其实很少买 很少买那个 怎么说呢 非不锈钢的 刀 因为我有那个防锈方面考虑 我很懒 不太喜欢去做那个防锈处理 涂油啊什么我很懒 然后一般不会买 非不锈钢 印象里只有过 只有过两把非不锈钢的刀 然后我这次 这个M4钢材应该防锈是比普通碳钢好一些 但是 也不是不锈钢吗 我之所以买是 他这个 做工啊造型 非常符合我的 审美 看到他那个刀刃上面 打进去三颗 铜钉 然后 背夹全是手工 在那个沙袋机上打磨了出来 不是那种CNC的 然后backspace是太纤维 手工的 主轴螺丝 真 刀刃厚度非常厚啊 拿到手相当重 像一个小坦克 所以我说 就是一只小坦克 也跟TENIC对比 可以看到 厚度 对比非常明显 这把TENIC 是13年生产的 还属于 TUF KNIFES 比较早期的作品 所以 他的一些 完工度啊 还添加 但是这把来说 还是很不错 但是现在你看 MORIS 他做的刀可能 完工度跟这个时期的 TUF KNIFES的 差不多 在我看来 然后 然后 那个锁定稍微有一点点 那个碾发粘嘛 可能还没有break in的关系 所以 我接下来会一直 也不说使用嘛 一直给他 就是把玩 这把刀这样的快开还很轻松啊 我刚开始以为他是用的bearing 后来我仔细一看 他只是用的是那个 用washer的那个 那个 怎么说呢 铜的那个washer嘛 然后 然后 但是顺滑度还是很不错啊 拿在手里 也很舒服 他上面有 有那个防滑槽设计 他这个拇指柱的边上 上面就没有防滑槽 跟这个后面 螺丝的上面 没有防滑槽 这些小细节 相互 呼应嘛 感觉 挺精致的一个小刀 尺寸不大 跟TANIC一比就知道 比较小 但是他俩 风格我感觉非常像 都是那种 overbuild 就是 就 他会把那个 刃 刃材啊 然后 手柄材料尽量的给他 夹吼 让他那种 适合于非常 剧烈的使用吧 当然折刀你去剧烈使用也不太现实 就是说给了一种 非常可靠的感觉 然后这边解锁的这个地方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什么 开槽嘛 也比较人性化的 也比较舒服了 然后 他的这个任性啊 还是比较少见的 给我 给我刚开始看到就有一种看到 像一种古代的生物的感觉 非常平直的任性 然后是大屏幕 上面一个哈铺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任性 然后 后面是两颗 固定螺丝 背夹是从里面打两颗螺丝上来的 然后外面就看到 能看到一个螺丝的点 细节处理的很不错 好的 那今天就 简单的说一下吧 新闹这把闹还是挺喜欢的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